大家好,我是南泽信玄 最近在科技区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用打火机的电子去发电这个问题 好多人都说是假的 然后是化学成分的 我在家里边也是进行了尝试 然后尝试了大概十几次 终于算有点进展 而且查阅了很多资料之类的 然后看了大物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然后就觉得理论上是可行的 如果你操作上不行的话,约你自己 然后现在讲一下就是有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这个线圈一定要码骑 你码的越骑,你的线越长 然后码的圈数越多 它能存的电量就越大 你用的时间越长 然后这两个垫子 这个线圈它在这种发电的情况下 它由于它是从几万伏电压 然后转到220 它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发热现象 所以一定要垫个东西 我怕把大理石烫瘓 然后就是 基本上就没什么特别难的事情了 你让我十几次就试出来 也不是非常难 然后就是可以演示 稍微的演示一下 那个视频里 它是从地线往里打 我这个接线板 它上面都是两项 这个三项要插着自己 让它自己进行循环 那怎么办呢 往火线打 我一开始试了很多次 这个零线打不进去 只能往火线打 然后现在可以演示一下 看得清吗 拿着这手 把这个电线放进它的火线里 然后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灯 直指灯 直指灯它亮了 哎 看不清了 是摄像机的问题了 看不到的那个灯是亮了 那我把这个上面往上一插 你就看到了 哎 这个灯是亮的 哎 哦 那 这个电比较少 因为 一个是 这玩意本来发的电流就很小 所以 没有那种 不可能用特别时间长 用时间不可能特别长 然后 可有解决办法 多打几次 它就会好一些 就会换这个孔 可以看到打了五下 然后 就是 可以 把这个插上去 这回电的话就比较多 然后电比较多的话 比如说还可以差点别的 比如说像我这个手机 嗯 正在充电啊 写在尿脸上 正在充电 然后呢 基本就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 理论上 你打无数下 哎 理论上 你打无数下的话 应该就可以一直用上去了 手机也灭了 它这电又用完了 因为这两个用电器 说实话 用电量还挺大的 看着不大 其实挺大 然后 就是 还有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就是 你这个现在买的要骑 像刚才说的 现在买的越骑 它存的电量越大 因为它 这是个相当于一个电容器 然后你看的是你这个 线圈之间的 纵向的 垂直这个接触面积有多大 这个面积越大的话 它 存的电量越多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非常关键一点 就是你这个接线板 当然中国现在一般用的啊 基本上都是这种接线板 哪都能买到这种 但是有个小问题 就是你必须要 在下面接一根线 然后 给它供电 好了 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对吧 然后 如果有前面有 剧透的那个弹幕的话 请把它举报 请把它举报 然后我可能会去删除之外的 好的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拜拜